我们的R系列就是RIC Server 它是目前伺服器市场当中的一个主流设计 那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它的主要运用一般是使用在 Enterprise 也就是说企业 或者说云端的Data Center 这样的一个使用环节 在ROM的世代的时候 其实市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需求 是来于比较高性能的Storage的这些需求 那对于现在最新的一个技术 成为NVMe的SSD的这个需求 就变得更多 也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例如说高性能的全部NVMe的设计 叫做Offerage Array这样的SKU上进行了填充 在一般的Enterprise或Data Center使用的 Dial Socket这样的一个TU的设计上 再加入GPU的元素 让客户可以upgrade 升级到一些使用比较基础的AI的运算 或者说HPC运算的这样一个GPU的设计 所以在我们的TU的R28系列当中的话 其实现在目前最高也可以支持三张GPU这样的设计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R282系列 跟E82系列来说的话 ROM这个世代其实导入一些新的feature 当中必须要提到的一下的 就是我们的OCP 3.0的扩充槽 就是它的一个Add-on Card Slot 因为这个Spec是专门用于刚才提到的 它比较有优势的PCI Gen4 它的一个SERMO的设计 最式化的这样一个扩充槽 所以这块部分我们是最早导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 而且是以ROM这个Generation来进行第一个导入 而且我们导入的不单是我们产品上的设计 我们跟一些厂商也进行了配合 例如说有全线OCP 3.0厂商的博抗 还有OCP 3.0的当然也有Intel 还有Melanox这些Land Chip的厂商都进行了配合 将他们的产品在我们的ROM上市之前 就进行了QVR的测试 所以他们整体的产品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都是进行过验证 可以直接使用的这样一个新featu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